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口最多呢?我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,那就是中国了,但是你可否知道,世界上一共有200多个国家,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情况不同,所以各个国家之间,其实是有着非常大的差距。 比如说,在美国就有很多的超级有钱人,他们的身价可能是一个小国的总财富,目前的全球第一有钱人就在美国,他一共有1500多亿美金的资产,而我们熟悉的比尔盖茨也有将近1000亿美元。 可是他们这样的人呢,还是太少了,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,也只是能够达到一个基本水平,有很多的人吃了这一顿,就没有了其他可以吃的东西。 如今,我们还是应该关注一下,那些比较穷的人,到底哪个国家的人口最穷呢? 关于这个贫困,肯定是有一个定义的,据官方的标准,只有每人每天的生活,花费在2美元以下,也就人民币13元吧,这个标准就是贫困。 说到这里,肯定有很多小伙伴,下意识去摸摸自己的钱包,哈哈,其实在美国的最新研究中,发现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,是一个非洲国家。 这个基本没什么意外,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尼西利亚,这个国家呢,也有一个特点,就是人口特别多,有15000000,而它的贫困人口有一半之多,大概是8700000,这个国家有很多的民族,但是矿产资源也很丰富,不过呢,就是发展的不怎么样, 贫困人口能够占到一半也是很严重了,我们再往前看,之前全球最贫困的国家是印度,同样也是一个人口超级多的国家,看来,只要是人口多了,同时发展的又不怎么样,就很容易戴上这个帽子,成为一个贫困的人口国。 不过,印度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,他们引入了很多的工厂,贩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。 要知道现在的很多富士康,三星之类的企业,都在印度开始建设工厂,很多手机都是从印度生产出去的, 这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,为减少印度的贫困人口有极大的帮助。 不过呢,印度现在也还是排在第二,有着7300000的贫困人口,可谓是非常的可怕了,印度需要将自己的经济发展得更好一点,才能达到自己的想法。 而中国呢,因为有着全球最多的人口,所以它的贫困人口也是很多的。 很多的朋友可能以为,中国已经没有多少的穷人了,其实不然,中国有很多顶级富豪,这个一点也不假。 不过还是有很多的贫困人口,在我国的很多地方,散布着很多,随着这几年国家的大力发展,我们肯定可以把这个数量,控制的很低的数量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